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呢 他也在这个男子甲级联赛的时候是得过胜率王 去年我也有幸跟他交流过几盘对局 也是受益颇多了 行川老师那他肯定是战绩更多了 他个人赛好像获得过六次全国冠军 向甲联赛他也是主力队员 所以这盘棋尤其是他们是第四场 是第四台的最后一场的较量 在前三盘中应该是打平了 广东队跟四川队是一个平局 所以这盘棋双方都是求胜之心 我们看一下实战 对 炮二平三 黑方是选择了炮八平五 我刚才补充一下唐弹特级大师的话 就是这两支队应该说也是超强 广东碧桂园是三连贯 而四川队现在有郑维彤特级大师出去了 然后有汪洋特级大师 对 本身用四川骑手的郑维彤特大 是代表了广东队 而他们又引进来两位非常实力战将 就是汪洋特级大师跟孟辰特级大师 再加上他们的李绍庚大师 跟现在赵潘伟大师 应该说是非常强的阵容 对 所以说四川队不仅是人才交流 他们个人的每年的联赛 也是属于前六位的这么一个竞争 有力竞争者 对 是 炮二平三 炮八平五 这个用对兵局呢 其实汪洋特级大师不仅先手走 后手也走 对 他这个布局非常娴熟 然后这个时候他是走了一个向七进五 对 徐云川特级大师呢 以对手的擅长的领域 自己也这么走 看来也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对 向七进五 黑方马八进七 红方又是跳回马八进七 接下来黑方是走的马二进一 对 马二进一 这个棋呢 应该说双方也都是比较常见的下法 实在呢 这部棋 红方是选择了居一进一 当然可能也有马二进一的走法 对 马二进一 如果黑方想还原就走居九平八了 那可能还得居一进一 对 还得居一进一 这也是还原 这个时候呢 黑方是选择了炮二平三 对 蒋特这个棋以往 这个除了炮二平三以外 是不是更稳健的走法 有炮二平四 对 这个视角炮是不是更 比这个平三呢 就稍微稳健一些 是的 但是平三可能更有针对性 针对黄方的三路线 是 也是互有利弊 对 应该是各有特点的一个 布局选择 实际上呢 是炮二平三 红方是选择了居一平六 然后黑方居一平二 红方居九平八 这样都是堂堂正正的处子 接下来这一步啊 黑方走的比较强硬 这个居八进七 对啊 以往我们大家都了解的起 可能是走G二进四 对 或者我走一个 十六进五五一手 也是防止你这个 G六进六桌炮嘛 嗯 对 那他这个 徐老师 这个肯定是 求胜之心啊 所以他走了一个 G八进七 G八进七 去面对黑方 G八进七呢 红方这步棋啊 走的非常的巧妙 对 我们有些初级爱好者 可能第一感 要的是炮三进三 或者是炮三退一 对啊 我就先退让一步嘛 退一步他是不是规划 会有足三进一的起了 嗯 就是他可能对 针对他G八进七 是一个连贯手 连续的手段 是的 嗯 但是但是我不退一步 这个炮被捉着 嗯 怎么呢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吧 这个汪洋特辑大师 实在是给了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答案 是走了泡八瓶九 嗯 对居 嗯 这个时候呢 黑方不能再吃了啊 如果吃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看看啊 是 我我刚才这个蒋七之前 我还问了蒋特呢 我说这个炮 吃了有没有一些 攻杀的手段 对 后来这个被他一个很 巧妙的一个回答 嗯 但是其有没看 吃了的话 哎呀 红方可能会杀狙 你踩回去之后 对 我马七进八 我当时以为红方给马七 退五波心码 对 这个不就是肯定能捉死 黑狙吗 嗯 但他可能狙七瓶九 马七退五他有可能狙七瓶九 对 再吃一个 接下来我们要是炮八 九瓶一或者向三进一的话 嗯 他均可以炮五进四 对 嗯 这个七那红方肯定招架不住啊 对啊 这个焖弓把焖住了 把红方焖住了 对 这一个窩心码 所以说尤其是 双方子力均等的情况下 对 黑方随时有炮三进三啊 马七进六 然后马六进七 这个攻击手段太多了 那红方就算是有狙 但是这个局面 肯定也是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 是 所以当时我是想着 那马七队五走不了 这个狙不就捉不死了吗 嗯 但实在呢 这如果这个局面 黑洪方可以有马七进八 嗯 还是打你狙 对 那这个肯定是 必须打僵了啊 通过打僵呢 把狙给躲了 对我狙正好逃开了 嗯 不过他正好有个初帅的一个 非常巧妙的啊 初帅 那你那你也不能那个 你只能躲狙啊 对只能躲狙 狙七零九 嗯 那我杀你试一将 嗯 嗯 接下来我可以再退一将 那还得下帅 那我走炮九瓶八 这都是连续的手段 我都来不及炮五进二吃食啊 对啊 你炮五进 那我得马二进一趟上来 这样的话我可能再将 那你上老将 我马八进九 哦 这个次据很精确啊 嗯 那我这个炮是怎么逃呢 你躲了 你要躲这些地方 我马九进七过的话 非常厉害了 我躲这个地方不行 那你这么一将 是的 我上将将死了 对出将的话 这狙一将 对是 甚至我马七对五过 对马七对五还有将 对那不行 那我这个炮不太好躲 我退一的话 你这又有一个将啊 对 那我泡三瓶二呢 泡三瓶二 我过一会儿 我老实一点 这么将是不是都可以 可以 最简明的就是 对对对对 把嘴吃回来 是对 因为这个你这个狙非常的笨 是吧 而红方的那个狙 位置非常的好 是啊 还可以退狙你 对 泡呢 是的 这跳马江都太厉害了 对对 这个很 这是都是很严厉的手法 是的 嗯 看来这个还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陷阱 是的 是的 就这里 大家看一下 嗯 看来这个子啊是不能轻易的去吃的 是的 这个狙这样 嗯 那么不吃的话 黑方可能就是走狙 狙二进九 杀狙 是个交换 杀了之后 这样呢 红方也顺利的保住了自己的炮 对 并且呢 黑方接下来这个狙啊 是处于显地 对 红方随时有炮三进三 还有冰三进一的棋 都是先手 对 那这个棋 嗯 就是这个炮八瓶九 这个对击还真是挺强的 对 那么这个 徐老师是怎么去化解这个走法呢 走狼 实战呢 他这部棋走的四六进五 对 嗯 他补了一手 他这下的也挺好的 对啊 这样你要炮三进三的话 我可能 我就G八瓶三强行回来 对 我就回来啊 是吧 你再吃我一个像的话 那 有点孤炮深入的感 我甚至过一块可以G八平二 嗯 对 你过来 那红方有丢子的危险 对 你要把八进七 他就G二进三 对 那那是不行 红方丢子 对 总是说他先补了一手势 让你这个炮三进三打相 就不是先手了 对 是的 先补手势 那我现在要是冰三进一 你可以G八退三回来了 对 可以G八退三回来啊 对 那那也不行 是的 那红方是怎么选择呢 红方的这步棋也比较老练啊 你你不是我也不是 对 双方都不表态 是吧 在这个时候呢 红方 黑方只能走马七进六 出来了 因为红方以后也可以随时G六进四 嗯 对 他就先打马跳上了 对 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再提个 你刚才提到G六进四 非常好 如果我先走G六进四的话 是 防止你马七进六 你可能就打一将了 打一将补一手 不是你在飞向 这样黑方的阵型也非常好 就是说那红方就是 好像没有什么后续手段 对 是的 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 红方是补了式 补了式 但是黑方呢 同样也就是有了马七进六的下法了 对 这是补起来了 有了马七进六下法 马七进六走 这个时候 红方又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段 对 这个棋 我觉得本局这个双方的孕子 对 尤其是布局阶段 特别考验人心 对 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地方 尤其是那个 骑友们要注意的 就是说 红方也不走炮三进三 炮三平四 躲炮 炮三腿一打G 那种看着很很俗气的走法 对 因为你走炮的时候 它正好也八路G走开了 对 是的 红方是走了一个 马八进七 对马八进七 非常巧妙的这个手段 这样你要吃掉 我还是马七进八 打死局 对 是吧 那肯定是一G二的话 配方肯定是不划算的 对 是的 实战它是走了一个马六进七 马六进七 马六进七 马六进七感觉上没有针对性 可能走马六进五更好一些 你就是认为徐老师在这个时候 选择马六进五可能更实惠一些 是吗 马六进五登兵 如果踩掉的话 炮五进四打过来 接下来它是要走G六进二的话呢 它可以走炮五退二 炮五退二回来 这么回来 那我在G六进三吃你中兵呢 你要G六进三吃中兵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G八退二 我要吃兵 你正好有个G八平五 G八平五 我也非常厉害 接下来我G五平三要带兵了 对 等于说黑方的中炮是能镇得住的 对 红方是这个选择不是很理想 看来这个 就是马敦中兵是一个简明的走法 对 是 但是呢我估计啊 就是像你所说的 这一盘呢是 双方对阵的第四盘对局 前面的双方打成了三比三 作为许特大呢也是立功兴切 所以他并没有选择按常理出牌 走马六进五 他这个棋虽然他是后手方啊 但是联赛这个开局阶段 大家都是要抢分的 对 但是就是还有一点 我想问这个蒋特 就这期我马六G五登峰兵的话 你可不可以炮三平四躲开啊 那炮三平四躲是不是缓了一点呢 毕竟我这一步棋要浪费了一部部数 对也是 因为可能马五推六再回来 马五推六再回来 对 这个也是不错的思路 过一会儿我再马六进七 对 主要我就是特别希望你给我换掉 我可以炮四平七过来 有没有针对你的闷工作 对 如果这么换掉 当然你打过来 过一会儿可能会这条线 对黑方的三路线有压力 当然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形式 对 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选择 也没有双方都没有这个简化的意图 对 尤其是黑方 是 我觉得也是 这盘棋也是一改这个徐老师的这个风格 对 他以往都是那种缠斗缠绵的棋 尤其是公布棋下的好 这盘棋上他支后手上来就是很强硬的一种选择 就是大开大合就是想要争胜 是 所以说我发现他棋风真的是很多变 那这时候他选择了马六进七 马六进七 这个步走寻常路 马六进七 对 那虹方这个 虹方也走得非常好 做了个马七进六 也是要跳 把马跳出来 对 是 马七进六呢 他非常有效 不仅是看住了这个炮 对 同样的马七进六还看住了这个像 我们看 这个如果跳马七进八这里过一会儿 他有可能踩中像 对 踩中像 巨八瓶酒可以白吃个香 还吃着马 编马 是的 所以马七进六呢 非常的巧妙 对 看住了自己这个点 那这个时候好像也到了本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对 就是黑方不甘心于这个简化子力 然后寻求了马七组三组的一个变化 那么接下来终极是如何战斗 亲朋友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好 亲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看 汪洋特异大师直红对阵 寻川特异大师的精彩对聚 那么接下来呢 黑方实战是选择了马七进九 马七进九 是一个简化的一个棋 对 在这时候黑方可能更好的下法 应该走炮三平四 就是来强迫红马的定位 对 这个时候红马不能走马六进五 要马六进五的话 他可以马七进五采像 那就是一个对杀的局面 对 那少个像好像 要吃掉的话 他吃掉 这个少像主要是炮还钉着这个像 对 这个中马现在暂时动不了 是 而且红方也以后可能会炮五平八之类的 那他肯定是不会愿意这么走 不会走这个 不走这个的话 那红方有可能会走马六退四 是吧 马六退四 这样不让你踩像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可以走炮五平九 就是先把中炮拆上 对 接下来的意思就是 浮游炮九进四 打你这个马子去 对 等于说蒋特按你的思路来说 就是我得先炮三平四 就是要把你的红马 让你迫于定位 对 迫于定位 但如果我G六平八躲开 那你正好G八退二以后 都可以捉有些先手了 是的 那这个就等于说炮三平四是一个 应该说此局面下 比较重要的 很关键的一点 不过当时我是考虑 不是因为红方现在有马六进五 登中族吗 我当时以为就可以就冲中族 以后我再冲中族 不是挺厉害的 但是就像你说的 他可能还是 还是马六退四 对 还是马六退四 马六退四这样还能登着中族呢 对 等于现在就炮五平九 就来不及了 他马四进五有一条出路了 对 那看来就是中局 其实这个点还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 但是如果就是这个棋分析下来 如果我不走旁安平四 走其他的招法好像都很难 对 做到很好的效果 是的 尤其现在今年实行的是 二十加五的这种快棋性质 在临场遇到这种局面 确实也非常难判断 是 这个棋就是说时间紧张 然后又是最重要的压力大的一个局 对 一个形式下 难免会走出这个很难去抉择的棋 对 尤其这个炮三平四 这么一个很精巧的一个棋 对 实在呢 许特大就选择了简化 他是选择了马七进九 他当时可能以为打掉 G8退一 因为这样黑方可以抗衡了 对 主要也是想要让自己的七路线也安全一些 对 实在呢 汪特大是马六进五卡中族 然后这时候他套三平四 套三平四 关子了 鸿方走的也比较简洁 G六进二 看住自己的中兵 对 这个棋到中续阶段 我感觉挺平稳的一个棋 对 好像没有什么波澜 但是就是这种细节之中见功夫啊 是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许特大如果意识到有危险的话 走G8平五 我估计 以他的这个残局功力肯定是能守核的 这样的一个棋 结果呢 有可能会吃掉换掉 如果红方再采回来的话 A方可以向七进五补像 补像 那我在马三退五还是马三进一登兵 这个你给我们讲讲 这个 当然在吃兵跟那个马卫 选择怎么选择 对 因为在这个局面下 红炮正好瞄着黑方的足 所以呢 可以走马三退五 对对对 那有道理 但这个地方呢 黑方也可以赶紧足一进一 马一进二 投入战斗 我炮九进三要是吃兵 你正好马一进二还是跳出来 马一进二我正好跳出来 那我兵九进一呢 你兵九进一 我是不是过话炮四进三再打兵呢 对那这就等于一个残局的蝉斗了 对残局 黑方就少了一个足 少一个足 要是红方想要获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是 那这个棋 但是这样子 他是不是觉得我的这个马 或者说我的 对啊 是啊就是不太肯 不太甘心 选择这个变化 实在许特大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也估计他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 他走了不足七进一 足七进一 第一感觉肯定是飞掉 飞掉他可能再居八平五 这样就不一样了 如果再交换掉 黑方又占了一步 先手 对那还得落个像 落个像 黑方可以马上足一进一了 马一进二 足一进一以后赶紧跳马 对 黑方的部署又更快了一步 对 而且红方这个中马 不如刚才这个马的位置好 对 是的 握草马的位置 所以徐老师是这么想的 对 然后我想他这个 我觉得也有道理 高手就是下七啊 就是肯定是不愿意吃一点亏的 吃亏 对 就是哪怕我是落入下风 哪怕我能合起 但是我觉得稍微亏一点 我也是不太肯的 对 所以说他的走法呢 就显得更积极一些 是的 但是积极之中呢 也是给了红方一定的机会 尤其是红方可以考虑说 我不跟你对居了 对 我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进攻手 对 红方这部棋就走的非常妙 他走了个冰期定一 冰期定一 接下来你不能吃我 你吃我的话 我泡九瓶七 对 这是闷弓这个 对啊 显示出这个三路线的问题了 是的 所以我发现这个冰期定一 也是这个当前局面下很精准的一部棋 对 尤其是汪洋特大也是抓住了战绩 对 是的 就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疏忽啊 这个局面就是黑方已经进入了很难去防守的一个棋局 对 是的 那黑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他现在G8平5肯定不太好 现在G8平5肯定不肯了 你要换掉的话 他这个冰七瓶八冰过来了 对 是吧 那黑方的这个马是真的是出不来了 马出不来了 是吧 我这个冰过去很厉害的 哪怕就是冰是一样多的 对 就是说还是 因为你这个组啊过来没有用 威胁不了我什么马 而我这个冰啊能制住你的马的去路 那就是残局双方的这个子力位置就是显得很重要了 对 所以说他不能再继续换局了 对 在这个时候呢 黑方肯定不乐意了 黑方就走的炮五平九 拆中炮了 这样子拆炮 拆中炮之后啊 汪特达也走的控盘能力非常强 冰七平八 对 他也不着急炮九平七之类的 对 是 也不着急吃冰什么 以后俱乐平七吃象啊什么 都走的非常老练 是的 就是以控盘为主 那么黑方 黑方走了足一锦一 他是拱了一下 对 这个时候为什么说拱足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拱足啊 如果你下去 显然过一会儿 他可以马一进二跳出来了 对 是吧 是这样 而如果你走冰八平九呢 他认为过一会儿你少了炮九进四 打足护马的手段 对 这是很微妙的 而且我这个马以后位置可能也多一些 对 就是你如果以后下冰会捉不死我这个马 对对 现在冰在边上 是 在弃足之后呢 许特达又有了连续的思路 就是拱八退三 拱八退三 拱八退三 我们按常理走啊 马五进三 往这些地方躲 可能马位就不好了 过一会儿是不拱八平七 马位不好 对 而退这些地方 他可能飞个向 过一会儿我们退马 他在逐七平六 那马还得马五退七 还得往回撤 对 还得往回撤 但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是疏忽了 汪洋游一个非常绝妙的 这个地方 是马五进六 对 大家也看一看 跳这里 看似是显地 但是呢 顿时这个局面就明显了 对 尤其是突然下多了 炮九平七 蒙公的七 而且还有一部偷招 是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 确实如你所说 以为黑方还可以马一退三 对啊 赶紧先护住 你如果炮九平七 我炮九退一 这样打马 对 就是一个交换嘛 但这个时候呢 红方有个绝妙的好奇 就是六进四 这个 在这个局面下 当前局面下能偷吃 对 因为你这个局正好在这个位置啊 你吃掉 我正好马六退四 这个就白吃个子了 那不行 那等于说你马一退三是来不及的 对 本来计划中是想要马一退三 但是当前呢 突然发现这个是不可行的 炮九退一也不行 那还是继续吃炮 对 我估计这个也是许特大可能疏忽的地方 对也是就是我感觉他是本局中啊 就是 出了两个疏忽的地方 对很重要的一个疏忽 而且又面对这个星科中央员啊 这个是成功冠军这个汪洋 对 所以他一抓住他的漏洞 就是已经是很难去挽回这个局面 对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 他能看到他马有跳这个地方 他可以走向七进五 肯定是顽强一些 那可能这本局还是很漫长的一个棋 对 双方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对攻机会 对 尤其他下步以后再G8退3做马 是 他抓了呢 让他跳这里 所以他看到了对方有G6近4吃炮的气 他是走了G8平7 也是想看住自己的过河族 这样呢 汪特达就是炮九平7了 那只能马一退三回来 马一退三 其实他想着就是你把我马吃掉 然后炮九退一把他吃回来 对 还能有一些坚守的可能 但是实战我觉得汪洋下的真的太老练了 他也死子不羁吃 对 他走了G6平8 这样子在炮九退一就显然来不及了 对 他过的话可以这么过来吃 是吧 你打了我这么吃进来 还是吃着死炮 对 总于还是要来吃个子 那炮九退一的计划失败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他这个地方 他只能选择炮四斤啊 这么去看了 对 炮四斤啊 嗯 这么去看 那呢 他是走了G8进五 一抓 炮四平三 平三 对 这个地方汪特达是走了马六退七 他可能选择自己比较看得清楚的 如果选择炮七进四 可能更狠一些 是吧 准备强行G8平一吃 对 但好像也来不及了 只能炮九退一打 炮九退一 那他就吃掉 吃掉我有没有可能 我补个像吗 你补像我可以平泡 我现在要吃掉的话 我现在要吃掉的话 你可以抛七瓶九 我还是丢子 我抛七瓶九 那我补像呢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平泡呢 对 也可以抛七瓶九 可能走还是要丢 抛七瓶九 过一会儿我G7退要对G了 对 可能还是能白吃个子 嗯 是的 那这个还是挺精巧的 嗯 当然在这个局面下呢 他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优势 是吧 他选择很稳健的走法 选择了比较稳健 踩回来 嗯 那只能马三瓶四跳出去 跳出来 实际呢是选择了兵九瓶八 对桌 你只能抛三瓶二 他在马七瓶六 处处是先手 对 没办法 对 只能抛三瓶四 嗯 再平兵 兵八瓶七 他马四瓶三号也不行 这个随时被捉死 对 G8退四 索性就出将了 他一将 打一将 他上将 上将 抛一瓶四 抛一瓶四 这都是基本的攻杀手段啊 对 一个阵个勒炮 是的 那徐老师也是没办法 就是也是进行交换 他希望你吃掉 然后退马 可能把过河足吃掉 是的 可能还有一些 反击的机会 对 但是汪洋走得很老烈 他是退炮 对 其实这个时候啊 许特大师走了马四退三 是吧 实战我感觉他要走这个 还能顽强一些 对 那他可能也吃掉 吃掉的话 他正要有个炮九瓶四 那这个过河兵是丢掉 那你暂时 他只能吃掉了吧 你吃掉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吃这个 对 马四退二 马四退二可能不行 他可能还是吃掉吧 吃掉 吃掉他可能G4瓶二再出来 对 是 但这样的话 毕竟你G还是背一点 对 这棋或许还有在会计的较量中 还有一些翻盘的机会 对 那实战呢 他也是忙中出错 是 然后他索性呢 也就走了一个马四退三 马四退三 嗯 这有一个足 有个炮 这有个炮 对 对 是的 所以走了一个马四退三 是的 还有一个足了 对 吃掉 炮四进一 他再一走 再一走 嗯 嗯 他炮四瓶三得拦住啊 拦住啊 对 这个杀法太厉害了 是 汪洋这下子很老练啊 他退机这又是一个叫杀 是的 嗯 他是下帅 下帅啊 一将 实战他是一将 一将一进 然后一吃掉 嗯 先打将之后呢 让你炮打兵也打不了了 对 就像这样一个局面 对 对 这就演变成了双炮双兵的这么一个残忌 双炮三兵啊 三个兵啊 三兵对你双炮单决向一个足 是吧 对 接下来你就即使要打掉的话 我甚至兵五进一拱起来 嗯 是吧 你飞向我在兵器瓶头 这样保住肯定是胜了 比如说少一个向 然后红方又是三个兵 对 所以很难去 是 防守了 对 这个其实如果拿掉一个兵可能也很危险 对 是这样子 我发现汪洋在这个对杀的局面下 他没有选择这个 嗯 鸡双炮来进行沙发 对 还是选择这么一个很稳健的一个就是大交换 对 嗯 但是这里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这里 我们当然后面就棋盘就到此就结束了 嗯 就是徐老师也是欣然认负了 嗯 但这里我们可以也可以让蒋特给我们讲讲 就这里的时候 嗯 难道就是除了吃吃 除了对居以外 他有没有其他的杀法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吧 刚才是 嗯 是的 嗯 有没有其他的杀法 他退居的话他下降嘛 他交换嘛 是 简明的话 对 这个汪特大呢可能是 他的这个基本功比较扎实 所以他感觉下残局都比较把握住 那你我们看看这个 那是不是瓶炮江 瓶炮江他可能足七瓶六 哦 对瓶炮江足七瓶六 嗯 那如果退居偷吃居的话 哦 这样也可以啊 哦不不不 那他还是长起来嘛 嗯 那看来他这么选择简单 或者拱鞭冰 对对 是 那他他冲上 但是这个棋黑帮有乱战的机会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实战还是还是挺把劳的 所谓引起不闹事嘛 对 比我没有老练多了 对对对 要是我还想着这种对杀的机会 是是是 所以这盘棋我觉得在后面还是蛮精彩的 对 蒋特给我们点评一下 旺扬呢 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之后 也帮助四川队以5比3战胜了强大的广东队 对 应该说立下了汉马功劳 在此我们也祝贺旺扬 同时呢 也希望广东队再接再厉 对 后面的联赛下的更加精彩一些 是 好 好 谢谢齐我们观看我们的节目 好 下期再见